還是有關心你的做人進度啊 或是 別逼我了好不好 我幾歲了 這件事情確定終止了啦 還會有恩愛嗎 再一年一次 什麼句子 欸欸欸欸 對 我真的很累可以不要嗎 你現在可以當面吃東西嗎 我先預約下禮拜三 好好 過年的時候 反正你好像都沒有胖到耶 有嗎 欸我們現在講 我不知道怎麼回耶 很不好意思 超拍誰 其實我真的過年沒有停過的耶 沒有停止一天在吃東西 無法抗拒美食的誘惑 對 但是這句話 他說我好像有點沒說服力 對對對 你們兩個狀態好嗎 我們兩個一直都很好 蛤 是嗎 對啊 沒有啊 就是大家會覺得 大家會覺得在吵架 但其實沒有 那就是我們的日常 對 那真的是我們的日常 然後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欸你們就整天曬 曬恩愛啊什麼的 我就看你們什麼時候要分啊 什麼什麼的 嗯哈 對 那你會自己嗆酸女嗎 已經改了 應該是說我換一個方式去面對這些事情 對我以前可能就是直接就 約他出來叮枸子 但是 真的真的真的 我以前就直接約他說 你有種出來啊 不要給我躲在後面 如果記者訪問我的時候 就像你們這樣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直接罵三話 對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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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別別別別別 以前我的脾氣真的是很暴躁 那你說我現在有沒有脾氣比較好一點 有稍稍微沒有那麼暴躁 但是我可能就會變成是說 如果我遇到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我可能還是會暴躁 但是我會 然後這樣暴躁 那對象會變成我 對啊你脾氣會發在他身上 對 我每天會跟琵琶球一樣 他是真的很能忍 但是我也 我真的改很多 我跟你講你真的要老實說好不好 你還好 不要緊 那我其實我也蠻感謝他 就是對我這麼多包容 這是事實啊 好啦 還是要謝謝 好 謝謝 呵呵呵 因為很多人都關心 還是有關心你的做人進度啊 或是 別逼我了好不好 我幾歲了 這件事情確定終止了啦 唯一有可能的機會 就是可能就是出 去國外找待遇這件事情 這是 對 這是最有可能 但是可能也不到一%的機會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就現實面的考量 去評估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小孩子出生 他不是養他而已 就是要教要養 然後 那個責任不是這麼好付啊 還會有恩愛嗎 當然會啊 大概多久 應該對 概念一次 你會拒絕 欸對 會啊當然會拒絕啊 這件事情一定是要你請我願的時候 那個啊 我不願意去敷衍這件事情 不要的時候就是就是不要 就是告訴我 我真的很累可以不要嘛 嗯 就去廁所囉 哈哈哈 要不然去哪裡 你現在可以當面去 我跟你說他很愛親我 但是有人的時候他不願意 那先預約下禮拜三 好好好 你很落實 哪有一兩個禮拜 都幾半年去 然後不然會亂 你啊你 快點啦 好 要親嗎 等一下 等一下 要給攝影拍 好啦 你為什麼要壓我鼻子耶 欸 這樣壓下去不會好看 我們就是這樣 成功賺 我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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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我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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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